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见父我们现在要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要来寻求你的面 寻求你的同在 主啊我们感谢你 主啊你是大有能力的神 你是可以从无中生有的神 你是可以把那混乱的变为有秩序的 主啊今天早晨或许我们有一些人在心中 有一些混乱的情绪或是想法 或许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动荡 让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 主要帮助我们在今天早晨再次与你对焦 主要帮助我们再次的回到你的面前来寻求你的面 因为我们知道有你在我们的生命里 我们就有秩序有盼望有能力有光在我们里面 主要帮助我们主总是愿意在你的面前去思想 你要从我们生命当中所塑造的是什么样的一位人 让我们就由你的话语去明白 你的心意活出不同的生命来 我真的是帮助我们在今天早晨把一切的都交在你的手中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完完全全的进入你的同在里面 来经历你来明白你 也帮助我们在祷告当中可以更多的经历你 认识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 也让我们的祷告让我们的爱不停留在话语当中 也让我们可以在心慰当中表达出我们对你的爱 对我们的弟兄姐妹的爱 愿你的爱激励我们 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 求你就在祷告当中 在我们的查经分享当中 得到你的同在 得到你的恩典 得到你的启示 谢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奉以耶稣的名求 Amen 好 那我们上周呢 讲到第二天的创造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创造 因为并没有发现有这个字 就是神做完了以后就说是好的 那在第二天呢 在犹太人的传统当中 所以说到第二天的做的是一个开始 但是到第三天才结束 所以第三天反而是有两个神看着是好的 那我们就看到呢 第二天的创造呢 实际上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把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 当然是把这个这个天空中的水分成天空上的跟天空下的水 那今天呢 第九节他就说 神说天空下面的这个水要聚在一起 然后呢 使汉地露出来 那他一说出来呢 事情又这样子成就了 那他说神呢 称这个汉地为地 然后称水的聚处为海 然后神看着是好的 所以我们就看到这第二天的创造到第三天结束的时候 最终上帝还说是美好的 所以我们上周提醒大家 有些时候呢 神会开始一些事情 但是会花一些时间 我们就要去耐心等候 最终我们就看到神做的是一个美好的事情 但或许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是说 神为什么要分成两天来创造 感觉起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 但是却把它分开来 那我就在思想有些时候 在我们的事工里面呢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所谓的 这种不甘期 就是慢慢的 很多事情 好像动不太了 但是呢 又会到到第三天这种的情况 就是说好多事情同时在发生 多到不行了 那让我们就是觉得说非常忙碌 所以第三天事实上是创造好多的东西在发生里面 那这种对比当中呢 我觉得神也提醒我们 他都是在这当中的 在我们枯干的时候 他在里面 在我们在等候的时候 好像没有很多事情在发生的时候 他在里面 但在很多忙碌当中呢 他也在里面 所以神是一直与我们同在的上帝 那接下来呢 他这个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讲到说 他称这个汉地为地 称水的聚处为海 那他看的就是好的 我在思想事实上 第二天的这个创造 还蛮特别的 因为你可以想象说 天空当中原本有水 这个水团就分成两边了 那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创造 但是第三天的一开始 这个第一个部分的创造 也是延续第二天的创造 他只是就是把水跟地就分开来了 那这两个东西感觉起来 都好像不是那么的特殊 好像不会很特别 好像像水 哇分开来了 或者后来等一下 我们会看到在创造这些果树 这些草 好像我们就想象那发芽长出来 然后呢 就很多的各式各样彩色的花 还有果树可以吃啊 这样的事情 但是就简单的就是地跟水 事实上英文就是挖这个 earth and seas 那这个就是好像是非常boring的一个事情 但这些非常boring的事情 上帝却说是看为好的 那我们在思考 事实上某一些程度来讲 上帝的创造 每一个都是非常有重要性的 如果没有这个地 没有这个海的话 接下来创造 实际上就很难成立了 那虽然这些东西看起来 好像是非常无聊的 非常是好像没有任何的这种spark 任何的这种散量的这种东西 但是呢 却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需要的 或许我们思考一下 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信仰当中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东西呢 感觉起来好像并不是这么的花俏 但是是非常重要 而且是需要的 我在思考 或许就是我们的读经 祷告 灵修 与神亲近的时间 事实上很多时候呢 作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很喜欢服事 因为有些时候服事是 让我们有一些感觉是 很有价值的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漂亮的事情 很多美好的事情 可以去服务 可以手动 但是呢 很多时候呢 如果我们没有好的基本功的话 这些忙碌呢 反而会帮助 把我们带离了上帝 所以或许我们生命当中 都需要有些时间 在这个地和这个海的这个创造当中 就是有一个好的foundation 然后呢 让我们建造好好的foundation 生产能够让我们可以有好的发展 那或许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相信 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有些时候需要慢下来去 去慢慢的去把这些 这个foundation 这些根本的工作做好 你可以想象 如果每一天呢 我们都花很多的时间 在忙碌这个施工 这样感觉起来是很棒的 但是在这忙碌当中呢 若没有一个好的foundation呢 是没有办法有任何真正的国效的 也不一定是从神而来的 那当然接着呢 第11节就开始一些很特殊的创造了 那这边说神说地要发生青草 结种子的菜书 并结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盒 然后事就这样成了 那于是呢 这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书 各从其类 并结果子的树木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含着 包着盒 神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三日 那这个创造蔬菜的时候 让我就一直在想到一个 在我们生活当中蛮实际的事 如果你可以想象的话 如果今天神创造的 这个青草和种植和这些蔬菜和果树 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话 那这个世界可能是一个 很不灿烂的一个世界 那实际上神的创造 我们就知道说 有好多各式各样的花果树 还有这样的一个不同颜色的 甚至草都有很多不同的 这有粗的细的草 有各样的草 那在这些的创造当中呢 神一开始我觉得 他就有一个心意是什么呢 是一个多元化的心意 也就是说 他希望看到的 他的创造东西 我们后来会发现 就连动物也是各种各样的动物 那神在创造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深信神一直希望是一个多元的一个世界 那这样往往呢 在我们的社会当中 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 我们总是希望 大家都是非常类似的 所以我们往往想到的是 我们希望每一个人的 最后都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教会呢 如果我们都是一模一样的话 实际上是一个蛮恐怖的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讲的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说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 我们的想法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这事实际上是一个 蛮奇怪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会喜欢这样 因为我们觉得这样比较容易去面对 我们不太喜欢改变 也不太喜欢太多不同的事情 但神在创造的时候 就是一个很美丽的世界 我也在思想 如果我们教会有各种各样的人 各种各样的思考 各种各样的这种 personality 个性 恩赐 它会让这个教会变得多元化 而且变得是一个很美的地方 这非常享受的 我在想如果到一个花园 只有一种颜色的花 那当然很美 但是呢 比起一个花园 有各式各样的花 可能是更美的 不是吗 那这个多元化的一个教会 也是一个很美的事情 所以在这时候 可能就提醒我们的弟兄姐妹 在教会当中 或许有些人 会跟我们是不同的 但他们的不同 事实上是更美的 使我们的教会会更美的 因为我们在这样子 一个不同的这样的个性 恩赐服饰当中 互相互补的时候 好像在新约当中说 我们这个基督的身体 就是我们有手有脚 有什么 每一个都是非常重要 每一个都是需要的 能够创造一个完美的一个身体 来 所以鼓励大家看到不同的人 我们应该是用一个欣赏的眼光 而且也相信他们所带来的是一个 更美好的一个教会 更美好的一个创造 那第二呢 这个创造当中 你会发现说这些果树呢 本身都是能够继续繁衍的 解种子的菜蔬 然后果汁 然后这个清朝 这张朝也是会reproduce的 所以很有意思 神一开始的intention 他的创造就是 需要 希望这些创造作 是可以代代相传的 而且是可以成为 将来实际上会成为别人的祝福 成为动物的食物 成为人的食物 所以往往我们就要思考一下 在我们的时工里面 我们是否也有像这些果树一样呢 就是说我们会代代相传下去呢 如果这些果树只是 昙花以前很漂亮的 然后最后就死掉了 而且就没有了 实际上这个生命力是非常短暂的 那如果这个果树呢 是能够有这些果子 然后再成熟 然后再生 然后呢 就一代一代下去的话 我们就可以长期的享受 那我要想要说的是 在我们的服事里面呢 或许我们也要开始思考 怎么样子能够有一个 这个传承的一个工作 那传承事实上是可以非常美丽的 那因为我们深信呢 这个是代代相传下去 那我们的教会才有长期的盼望 所以很多的教会 常常都希望推动 这所谓的下一大的施工 因为我们希望信仰可以传承 我们希望我们的教会 在社会上面 社区当中 影响你可以传承 但往往我们缺乏的是 一个预备的心 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 在他事实上是一个 非常有恩赐的一个牧者 他三十几岁 他就在他的教会 被安为一个主人牧师 然后他现在五十几岁而已 他已经在想他的传承 他的这个research 就讲到说 怎么样有一个好的一个传承 所以让他好的传承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也鼓励弟兄姐妹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一个很好的服事的岗位 但it's never too early 永远都不会太早去思想 怎么样能够栽培更多的弟兄姐妹 能够去服事我们的岗位 那更重要的是 我们在福音的事工上面 也是一样的 我们不要单单享受 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在信仰也要传承 给我们的孩子 给我们的朋友 给我们的家人 给我们的同事 让他们也可以享受 所以信仰的传承 也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教会的复兴 事实上跟传承 是非常有关系的 无论是你事工上面的传承 或是信仰上面的传承 都可以使人来经历神 认识神 成为许多人的帮助 所以求主帮助们 在我们这个周末当中 我们思想一下 首先我们是否看见 不同的人 我们是用一个 欣赏的眼光来看 因为就好像这个花园 当中有各式一样的花 我们为此先让感恩 而且是去欣赏他们 那第二呢 是我们自己 有没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好像这些果树一样 是有一个传承的 能够让别的人 因着我们 可以得上帝的福音的好处 因着我们 然后可以建造他们 成为事工的接班人 求主帮助我们 有一个扩大的眼光 去来 真的是面对 我们的生命的一切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主 因为你的时间 跟我们的时间是不同的 有些时候你做事 事实上是需要我们去 耐心的等候 主啊 有些时候我们在忙碌当中 是你特别给我们的恩典 让我们去经历 你这样的事情 但有些时候 在我们干燥的时候 你也是与我们同在的 就求主你 让我们定精在你的身上 主啊 在今天早晨 也再次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愿意花时间 在这些基本功上面 不准是在你的话语 不管是在灵修 祷告里面 让我们天天都亲近你 不要在忙碌 在事工当中 忙碌 在工作当中 就忘记了与你的同在 忘记了与你的情境 主啊 也帮助我们开始看见 不同的人 不同的恩赐 不同的想法 是多么美的一件事情 主啊 就是让我们的教会 更加的灿烂 更加的光彩 主啊 也帮助我们 也看见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有一个使命 需要去传承的 不管是信仰上面的传承 或是事工上面的传承 让我们好好的预备 我们的心 成为许多人的帮助 不管是他们信仰的帮助 或是事工上面的掌精 谢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